全家人聽到都笑出來 今天進口蛋爭議延燒 網路上有人質疑分明是一顆蛋 硬是要從巴西進口 卻不從大陸進蛋 嘲諷難道吃巴西蛋 就能去除身上的華夏血脈嗎 而這也被搬上質詢台 陳建仁直說很荒唐 不過國務黨立委抓緊機會再猛烘 大陸現在它的機制是有打禽流感疫苗 所以它完全是沒有辦法進口的 代理部長陳俊暨澄清 在解釋專案左選12個國家 都是沒有打禽流感疫苗的 因為不時的一些訊息 把巴西蛋變成污名化了 今年度跟去年度 我們了解的是 它出口到60幾個國家 那表示說巴西本身的雞蛋 一定有它的品質 強調巴西蛋品質無餘 進口蛋風波未平 政府極力適宜 避免民眾再度恐慌 陳俊暨澄清 鎮海中SNS就聽不到